今天又有一位美食博主来吃垮我家零食店了 今天来的这位美食博主有点奇怪 我们猜猜是谁 诶 人呢 天爪 把我吓一跳 你你 天爪 你看零食店好大啊 今天我就带你体验一下 这都不好意思 你说说 你在做的多心 怎么会有这么多吃的 你看看我 我给你带了车轮汁 哦 车梨子 哇 我最喜欢吃车梨子了 那我就给你做个薄荷饺子 再来一道过年餐桌 必不可找的脆皮五花油 它好脆啊 再吃点零食 干一条五花肉 最最做的车轮汁是一面 来 早上我给你做的薄荷饺子 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 这边的小炉子 这边是什么体验 这边就是那种猪肉 这边是什么体验 这边是什么体验 这边就感觉到什么体验 但是两个小炉子 现在炉子 把小炉子 都放下来 有一个小炉子 我非常喜歡,不是咬着,不太會,不太會呢 這麼做,沒有食材,不太會,我不讓我吃了 挺滴味的 吃得出口 也是吃得比米 很像在那邊,一起吃 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 对了 现在拼多多本一补贴 这一大盒两品铺子才30多 如果在店里还划算 或年可以摆在家里 招待客人 点击评论室货 拼多多搜 02888 清洁不打药 下单照常发货 快去看看吧 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 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 上次做的脆皮五块肉 居然破了3000万的播放量 今天我就给大家绣一个 德式脆皮猪肘 你也想吃啊 今天我要去一位千万极美食博主家蹭饭 你们猜猜是谁 对 就是那个口笑博主 高玉玉 趁爸妈睡着 偷点零食给他 扭了扭了 能试试家吗 高玉玉快开门 快进来 哎呀 得这么大呢 这么一大桌菜 小海星做的鸡鸡足 干什么 你走 在哪啊你大箱子 上台 啊 都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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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牵肠怪肚的解腻面 好香啊 对吧 这谁看了不迷惑啊 解腻面确实好吃 不愧是高玉玉啊 再来个大包子 好大的帝王鲜啊 他居然还会做肥肠 高玉玉说 茄子拌饭具好吃 吃吃喝喝好开心 我都想住他家了 儿儿儿儿 我可以住你家吗 给钱 干吗 高玉玉 我爱你 我也爱你啊 让你给我亲一口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们想住他 用 开into mindfulness